父母爱情中最让人羡慕的就是 安杰和姜德福一辈子那种岁月静好的婚姻爱情 男的正直有担当,女的有情调有文化 婚后两个人互相改造 姜德福慢慢变成了三起丈夫 还改掉了很多毛病 而安杰似乎也慢慢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讲究了 可是这样就能说明安杰被改造了吗? 不是的 看似表面上安杰确实改掉了一些 开始变得朴素 但是骨子里还是没有改变 这一点从他对待姜卫国带回来的第一个女朋友 白红梅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我们都知道姜卫国是家里的老大 遇见自己心爱的女孩白红梅 想要得到家里的认可 所以就带着白红梅回来了 可是安杰并不喜欢这个准儿媳 甚至可以说是讨厌 剧中给的交代是因为安杰不服老 还没有做好给人家当婆婆的准备 所以在这种心理作用下 能对白红梅好脸色才怪呢 的确这是一个原因 但最主要的还是安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我们都知道 安杰出生于资本主义家庭 对于从小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洗礼的安杰 对于阶级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的 安杰不喜欢白红梅 不是从见到白红梅开始就不喜欢的 也不是从白红梅吃饭扭捏不喜欢的 而是还没有见到白红梅就开始不喜欢了 为什么不喜欢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白红梅是唱戏的 不仅在安杰的认知里 以前旧社会所有人的认知里 都认为唱戏是一种非常不入流的行业 是一种可供大家调笑戏弄的职业 所以当知道白红梅的职业 安杰就带着一种浓重的不喜欢的情绪了 说白了 就是看不起白红梅所从事的职业 而到了新社会 一直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江德福 他却没有这样的思想 他始终认为革命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说 对于未来儿媳妇从事什么职业 江德福是没有过多要求的 只要孩子们喜欢 江德福都会支持 而安杰跟江德福生活了几十年 虽然看着表面被江德福改造了不少 实际上骨子里 安杰还是有着资本主义阶级思想的 至于说什么不服老 没有做好当婆婆的准备 又是嫌弃人家长得不好看 又是嫌弃人家吃饭扭念 还有在院子里掉嗓子 说白了就是看不起白红梅 安杰不喜欢白红梅 不在于白红梅这个人 而是在于白红梅的职业 如果换成部队高级军鞋来试试 安杰肯定就不是这样的对脸了 所以说 这恐怕才是白红梅进不了江家门的原因吧 你们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alan铺